中心高中图书馆又有展览可以到包眼福了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档次展览 邀请到南土县文化资产协会策展 内容相当多元 有平面有立体 以及许多是会员的收藏品 非常值得欣赏 这次我们是古艺新生 迎渡送古的一个会员的连展 那我们的会员就是提供的东西 蛮多样化的 都典的文录有我们会员的创作品 然后也有收藏品 包括有平面的 有立体的 那中心高中 这个衣文中心这个场地 是很棒的 校长陈江还表示 中心高中是多元展能的学校 希望透过展览 培养学生的艺术美感 也欢迎社区民众到图书馆参观 中心高中办理这个学期 第一档次的议展 那很荣幸呢 邀请到我们南投县文化资产学会 来帮我们策展 这次在展览里面呢 有多元的艺术家 跟多元的美财 非常精彩 我们学校是一个多元展能的学校 让我们的艺术美感 可以融入在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 也希望同学可以就近 来养成看展的习惯 那更欢迎我们民众社区 可以波容到学校来参观 还蛮有意义的 而且就是很符合兔年的这个主题 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是那个 迎春街服 县议员林一如肯定学校开放社区民众参观展览 除了将艺术代入校园 培养学生美感外 也结合社区 非常值得肯定 也很有意义 我们非常的肯定我们中心高中 能够来提升我们学生的一个美学 在南投县智力发展观光的同时 我们看到说我们学校能够同步的 来提升我们美学的一个素养 我想这对于未来我们学生的一个发展 对于地方社区的一个发展 能够说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谢谢我们学校长期致力于美学的提升 常常办理我们不定期的一个美学的一个展览 让我们的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当中 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美学的环境当中 我想这样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中心高中办理兔年特展作品 展出到本月27日止 县议员林一如肯定中心高中 透过办理主题展览 培养学生美感教育 也欢迎社区民众到图书馆参观 提升美感于日常生活中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